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 巴以冲突至千余人受伤 美国务卿支持一方强力应对 2018年5月4日 在加沙地带南部以色列到加沙边界处 巴勒斯塔人要求重返家园 在抗议活动中 示威者用求拍反击以色列军队发射的催泪弹 图源 路透社海外网5月5日 3月30日 巴勒斯塔人在加沙地带边境 开启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 巴勒斯塔人群聚在以色列到加沙边界实施暴动 4日 以色列部队向抗议的巴勒斯塔人发射石弹和催泪把斯 造成约1100名巴勒斯塔人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 医务人员称 大约有82人被枪弹击中受伤 800人因吸入瓦斯在接受治疗 其余伤者被安置在加沙 据边界围栏40千米处的帐篷营地 帐篷营地是3月30日 由巴勒斯塔人设立 被他们称为伟大的回归之旅 4月 在边境地区至少有43名巴勒斯塔人被枪杀 巴勒斯塔的青年们将燃烧的轮胎滚到巨边界为栏不足300米处 试图用烟雾作为掩护 在避开以色列狙击手的情况下扔石头 抗议者们称 他们用弹弓击落了两架小型以色列无人观察机 而以色列军方确认了无人机的损失 数百名巴勒斯塔人进入边界处的工业过境点 开雷姆沙洛姆 其中一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们曾烧毁了占领者 以色列使用的房间 以色列军队发布的录像 显示 开雷姆沙洛姆火势严重 但军队称 损失仅限于巴勒斯塔方面 这些暴徒正在破坏的 是以色列向加沙地带输送燃料和天然气的管道 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面对国际社会对其在抗议活动中使用实弹的谴责 以色列军队表示 军队在保护以色列边界 只有当抗议者过于接近边界 投掷炸弹 试图埋藏爆炸物时 才会采取这种行动 4日那天 他们面对的是 在加沙地带边界的六个地点 参加暴动的一万名巴勒斯坦人 当以色列庆祝其70岁生日时 巴勒斯坦人在悼念1948年冲突爆发期间的灾难日 据悉 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 将在5月15日灾难日70周年纪念日 这天达到高潮 加沙地带的 200万名巴勒斯坦人中 三分之二是战争难民或其后裔 在这些抗议活动中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一起 要求重返他们在以色列境内失去的家园和土地 而4日人群的数量又得以增长 2005年 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了定居者和士兵 结束了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战力 又扩大了其在被占领的西岸和东伊路撒冷的定居点 此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在5月14日 即以色列建国 70周年之际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特朗普的举动积募了巴勒斯坦领导人 后者质责美国偏袒以色列 而以色列政府庆祝 美国的决定 成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历史首都地现实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卿迈克彭佩奥 访问中东地区 表示支持以色列处理边界抗议活动 他说 我们确信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 imize保护自己录器